全球首屆的環保干事严喜盈 三百二十六位各国志工参与 来自马来西亚八十一岁的成为 每天驮着背 也要出门做环保 虽然上人感恩环保菩萨 用心不出保护大地 虽然也期许大家用虔诚的信念 希望谭美台风不会造成灾情 谭美台风已经在菲律宾造成灾害 接下来也预计往台湾北部 与东北部前进 虽然目前威力不强 但狭带的西南气流 有可能会带来不小的雨势 请大家务必做好防台防災准备 从自己的所住的周围 开始要关心 请所有的知己人 我们要向着自己的人邻居 社区都先倒一下 不要掉以轻心 要减少天灾就要爱护地球 全球首届的环保干事 严锡营有三百二十六位志工 共同参与 来自基隆坡八十一岁的成为 每天拖着驼背的身躯 在社区做资源回收 这样的精神让人佩服 她的腰椎 曾经年轻的时候 出来一场车祸 所以造成她被拖拉 但是她做环保的精神 非常的坚定 为人间付出才是有用的人生 正言上人也期许大家 一起呵护大地 才能为天下祈福 大约新闻 曾经文刘洪志 花联报导